身为90后 像当年 我们去上学都是大包小包样子带的 又重又辛苦又狼狈 甚至还容易造成脊椎的问题 现在的时代有一个 就足够打天下了 是的 今天要跟你们分享OPPO PET AIR 听这个名字我就知道它是主打轻薄的啦 没错 官方宣证到它是目前市面上最薄的LCD屏平板之一 6.94毫米的机身 天系长了身形 非常便携 而且哦 现在的Z时代不都喜欢背Toke Black吗 这样子放在里面 轻便又不占空间哦 你所有的资料啊 书啊 发啊 全部都可以塞在一个轻薄的平板里面 那作为市面上同大小的平板中 最轻的一款呢 即便是拿在手上 440g的重量也不会有太大的负担 那当你下课下班回到家 就是想要追剧解压的吗 那轻薄的平板呢 就是可以让你随时随地实现追剧自由 OPPO PET AIR 有着10.36英雄的2K原彩显示屏 小小的机身呢 还常有刺客支持Zobey AMS的扬声器哦 当你读书读到太累 想小坐休息的时候 就可以拿起来看看剧啊 或者是边听歌边休息 又或者呢 你想要打打小游戏什么的 他都可以胜任 再看看你们周围的年轻人 有多少个是不爱拍照的 当手机拍到好看的照片 想要转去大屏上面精修的时候哦 现在就有更快速高效的方式啦 就是通过跨屏互联的这个全新功能 当你和手机连接了以后呢 手机画面就会投屏到平板上 这时候呢 我要把手机照片放到平板上 直接长按 拖拽到平板这里就完成了 这样子你一天下来用来学习 带去补习 拿去看戏 都可以满足全天的日常需求 也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 因为Pad Air呢 它搭载了7100毫安时的大电池容量 已经够你好几天的学习 还有娱乐使用了 那没有电的时候 用上附送的18瓦充电器 待它满血复活后 又是你学习道路上的两半 你如果刚好平常就有大量阅读的习惯 肯定也懂那种看了很久 眼睛很累的感觉哦 但是OPPO Pad Air的屏幕呢 可是经过了TOV德国莱茵护眼的认证 所以对眼睛的伤害呢可以有效减少 所以呢如果你想要让学习变得更轻便的话呢 那这一款OPPO Pad Air在外形上确实是很Air 但同时呢在价格方面也很Air哦 尤其如果你是在首校当天7月30号入手的话呢 Shopee刚好会有一个一日快折 4GB加64GB的OPPO Pad Air只售卖899令吉 那只要你购买Reno 8 5G系列再加购Pad Air的话 就可以额外再获得259令吉的重品 想要入手的你们呢就可以考虑看看 抓紧机会咯 关注Zither Harp 带你解锁更多最新最好玩的科技